现在各级学校的社团都很多元 不过对于茶艺倒是比较少见 为了推广茶艺文化 还有融合在平溪特有的天灯文化中 17号这天十分国小 正式成立了天灯茶艺社 学生才经过两次的上课介绍茶具 还有该怎么品尝茶叶都相当的有模有样 也让在场的大人们都很惊讶 孩子们的超水准表现 学生在台上按照茶具的名称 用途及特色一一说明及展示 很难想象他们只经过两堂课的时间 却已经可以如数家珍般的 将茶艺文化展现出来 这群十分国小的学生 平常总是活泼好动 但学起茶艺后 大家都变得更有气质了 文化特色如果说纯粹只有放天灯 如果没有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觉得这个文化可能会慢慢的吞色 所以后来研究了很久 又可以继续环保又有内涵 后来经过一些人讨论以后发现 加入茶艺也不错 因为在学习茶艺的过程中 会发现有一些习惯 一些规则 或者是说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 就是觉得可以 就觉得学到了许多以前的艺术 然后那个 知道然后以后就是可以 开类似茶馆的文化茶馆之类的 然后这个茶艺真的很好玩 就是刚开始觉得说 刚开始觉得会无良 然后还是学几次以后就觉得说很好玩 平西近几年来 天灯产业蓬勃发展 不管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天灯 就连学校也以发展天灯为主轴的特色课程 十分国小今天成立的天灯茶艺社团 主要目的是指导学生运用五官六角辅助学习 培养享受学习乐趣 增进基本能力与素养 传承在地独特的天灯文化活动 会让天灯文化活动更具有生命力 感染力及永续力 觉得上这个课可以心静下来 然后又就是学习喝茶 然后觉得很棒 以前喝茶就没有很优雅 老师现在教的就很优雅的那种 就是以前喝茶的时候比较不懂茶的礼仪什么的 然后现在就是老师教了之后 就会觉得比较懂了 就是什么 就是例如礼仪啊 要怎么招待客人 然后就是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没见过的茶杯啊 还有茶壶 然后就可以学到知识 跟我们那个天灯文化一样 比如说几个例子 为什么要用十二张的金纸 那就是代表祈福 一年十二个月 那一样为什么 那个杯子要怎么放 那个动作是代表尊重客人 后来我觉得结合以后 把天灯跟茶艺结合 让它有一个新的元素 注入新的生命力 那我们天灯文化 就会慢慢的 会更有永续 更有生命力 十分国小校长表示 希望能将茶艺文化 与天灯文化的元素结合 将新的生命力 注入十分在地 天灯文化活动中 让天灯文化的内涵 更多元与活力 而最主要让十分国小的孩子 藉由参与天灯茶艺舍的体验过程 涵养出具有品名 品文 品味 品质 与品德 无品的十分好学生 解成为 平西 采访报道